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广东的 你看这是不同地方的人 虽然都戴眼镜 所以都戴的是有色眼镜 不同地方的人看不同地方的人 包括你们上海人自个儿看自个儿 最近上海人天一堵 天一什么堵呢 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 给我感觉老像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当然它不是个国家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上海网友 原来也能把艺人搞下台 就是最近你听说了吗 徐老师新民晚报 对 出来道歉了 道歉就为个什么事啊 就是说 这个发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啊 叫什么呢 新英雄闯荡上海滩 不设户籍各个精英 这个文章里有一段话 我仔细看了 他这个上下文啊 说的是浦东 说现在浦东都是新上海人云集嘛 说那地方都讲普通话 没什么人讲上海话了 那大概是脚跟脚的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就是在这个新上海人聚集区啊 讲上海话 就没文化的表现 就这一句话 好家伙上海网友就不干了 就宝砖的拍的 就脆的 就是一定不能 不能饶他 甚至是这个署名作者 叫李大伟吧 李大伟遭到人肉搜索 你知道现在这一遍一遍的搜他 最后搞到新民晚报 为此道歉 特别是这个编这个稿子的那个编辑 听说为此停职啊 但徐老师 我觉得这事 那篇文章我也看 那句话不能抽离出来 上下文 他的意思是说 在普通 那个说普通话的圈子里头 那个圈子认为 说上海话不文明 就有那种气氛 他并不是抽离出来说 不文明还是没文化 没文化 对 他不能够 他不是说抽离出来说 在整个上海 或者在全国你说上海话就没文化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写杂文吗 他有时候诚意识之快 就被突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要认真 我跟你说世界上的事 认真较劲 什么话我都能给你找出毛病了 对吗 那么这个话 当然上海人 他大概刺激到痛楚了吧 徐老师你也是上海人 不是 不是 我想这个是两个层面了 一个是你从政治正确的层面的 你讲任何一个方言 低于普通话 或者是低于一个标准化 都是政治不正确的 这个是现代概念 这个是反殖民主义以后的概念 那这个是政治正确 就好像你不能说广东话 就没有英文有文化 但实际上呢 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永远都有的 就算英文里边 你讲英国口音 就比新西兰 澳大利亚口径 在美国人看来 你这个有文化 你讲法文 好像总比你讲 刚有文化 就有文化一点 而且呢 这个词还 因为我们这个中文里面 叫文化 英文不是这么个字 文化就是文字化 就你一种方言 越能够文字化 越能够写成书面语 就被认为是越文化 这个历来 中国跟世界很大不同的是 世界现在我们讲的语言概念 是欧洲出来的 欧洲的语言 是以声音为中心的 以前是拉丁文 全部欧洲了 后来意大利开始 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 就是一种声音 创造出一种文化 形成一个民族 中国正好相反 中国是 不管你说什么口音 只要你都能写成这样的字 你就能来考状元 你就是有文化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客观上 正是上海 大家心目张得你开会 你讲普通话 跟讲上海话 效果当然不一样 对不对 你讲上海话 就显得就显得美文化 就这种事情不能去硬抠 你要去硬抠的话 政治不正确 但是常识呢 大家都这么认为 就所以为什么 最愉快的聊天 是朋友私下里的聊天 我跟你说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句话 你没法跟全世界人民 一块聊天 因为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不能做朋友的人 真不能在一块 但是你在公共媒体平台上 就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这茫茫酒派 留中国 什么人都有 那么这种人 你比如你私下聊天 为什么不怕 在私下里的这个场合 你即便开个什么玩笑 也没有人真的会认为 你就是歧视了谁 就是为了一个娱乐 对吧 可是呢 一上到公共平台 那么你需要对所有人 心里的感受负责 比如说你骂我时装人 我确实就觉得你不是东西 对吗 那么你是为我服务的 我觉得比如主持人 为什么我爱道歉 其实呢 有个别情况 不见得是我真的认为 这个话有多错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 有个本分吧 就是说你是医师父母吧 人家是观众啊 你服务员没有说 你得罪人家 你不道歉的 所以呢 甭管对错 先道歉 为了是新闻晚报也是这个嘛 为了给你们造成的伤害 而道歉 他们一个脱口学节目里面 开玩笑嘛 说刘欢歌唱的好 脖子看不见 然后说他这个大场合出来啊 有人体检 当然他开玩笑了 他说你看人家沙拉穿的那么正式哈 这刘欢就穿个老头衫 可是他说那又能穿那个衬衫吗 衬衬衫领子不就到这了吗 那你这段话 你私下聊天 我相信刘欢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一上正式的传媒 人家马上可以指责你 你看你这个不仅是地狱歧视 你这还人生歧视呢 你讲人家生理上的某些问题 就不正确 但是问题是这个正确不正确 这种笑话的前提 歧视笑话有个前提 就是看大家在不在意 在不在意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怎么看彼此的关系 有个很经典的一个情况 就我们知道现在南斯拉夫 不是四分五裂了吗 在南斯拉夫这块地方 前南斯拉夫这块地方 你今天在这个索尔维亚地区 说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嘲笑索尔 说一个这个科索沃尔人嘲笑他们的话 非常敏感 马上完蛋 没错 但是呢 我就听说在铁托债的时代 这种玩笑是天天开 甚至开到电视上 是公开讲 大家不觉得有问题 其实你得回想一下 以前啊 我们中国各地的这种表演节目 脱口秀 像是就用方言 就爱玩这个 就爱玩这个 然后玩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广东人 也老被人笑嘛 所以我们广东人说那个话 不晓得是什么话 灰击 对 做灰击 对 老笑 福建 对 发灰 对 然后但是我听 我不觉得有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有问题呢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就表示说我们开始不宽容了 或者我们开始这种地域的分别啊 各种东西大了 对 闻到这个说得很好 以前那个侯宝林讲打头 这个上海人家打头嘛 打头 新社会不行打人嘛 那个不就是方言开玩笑 谁也没有感觉 那你们上海人听了没事吧 没事 但是为什么这次我搜索上去 后面跟上去 其实这个问题不完全是我们刚才讲的方言啊 文化的问题 就是一个上海 关键就是上海这个东西 怎么就被全国的人讨厌 而上海人呢 许老师反思一下 上海人呢怎么就 我个人觉得是报应 我个人觉得 报应 因为上海人呢 历来就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中国人 他在以前上海就小时候口语嘛 乡下人到上海 上海话讲不来 密西密西朝海猜 就是有一种 总觉得他现代化程度比人家高 而且呢 特别看不起这个苏北的 跑来做这种 还有接济 一些是乡下的 就是说不但是乡下哦 他同样乡下 你宁波乡下来他就好 然后呢 你知道他背后还有很深层的原因 就是上海话跟所有的方言都不一样 上海话不是一个方言 比方说你广州话 香港话 他是根基于一个方言 上海话 他不是根基于一个方言 他是人造的 拼出来的 你明白 因为原来真的上海人讲的普通话 被认为是很土的 你今天在上海讲 我你 那个是普通 就普通的平农 平下中农造的画 那是很土的 现在流行的所谓上海话 在胡适 他们刚才来的时候 人为造出来 他是由宁波画 无锡画 苏州画 由这么一些人 再加上杨金帮的英语造出 他没有一个地方的人 比方说回到三百年前 没有上海话这回事 对 他是拼出来 他是一种纯粹的城市语言 结构出来 所以因此 你不会讲这种语言 就会被认为 看出来 你刚刚从乡下来 他就 所以这种语言歧视 背后是有阶级歧视 所以上海人 他养成了这个真是不好的习惯 49年以后没有好好检讨 就是说他歧视外面的话 那你看 你既然政治不正确的 歧视外面的人 你今天被人歧视 那么活该 再说这个世界上 我当然也不能讲活该了 就是说他是有因可循 这个世界上 凡是看不起别人的人 通常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人 这话讲的地道 对不对 往往是这样 就是这么道理 而且呢 人家不有人说了吗 你就最近就是说 敏感的人多了 像最近这个春晚嘛 春晚这个广东 那边有政协委员提出来 当然我觉得广东 这政协委员呢 他提的是比较正面的 他那意思就是 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广东人有这个胸怀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反思 为什么广东人 老在春节晚会上 被当成取笑的题材 比如说那个小品 老是说的广东人 这个傻乎乎的 好好漂亮哦 就是什么呢 做灰机啊 什么的 西红柿炒鸡姐 反正 为什么你这个春晚上面 你搞笑 说起广东人 老是这么一个傻呵呵的形象 然后他说 我们广东人不是挺精明强干的吗 为什么只是 是会这样呢 而且不符合事实 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我呀 一个是听你说 就是说这次新兵板报的道歉 我就发现了 方言在消失 因为这次很多痛心疾首的人 是认为什么呢 上海80后的 讲上海话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甚至90后的上海的孩子 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 你知道他感到一种在消亡的趋势 而我最近去了趟广州 我已经 我原来在广州住过7年 我已经大概有十几年 十年没有去过 我这次一去 语言上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 说普通话 明显广州跟我印象中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除了我们电台大院 一出大院 那都是广东话 怎么现在我到哪 已经是普通话的天下了 就这个东西 外地人多了 他好像在有这么个趋势 所以就是还是文道讲 就是说这种这些事引起争论 是因为现在实际上有这种矛盾存在 对 没错 但是我觉得广东还会比上海好一点 就你说那个情况是广州 广州这块地方 它现在是外来人口多了 那么大家说普通话了 可是你一离开广州 你过去佛山 你到潘雨 就马上又回到广东话的天下 为什么说广东话在这方面 比上海好还是有优势呢 就广东呢 它因为一直有香港这个地方 它是现代 香港有个传媒强势 没错 我们现在说语言这个东西 想想看各地方言 这个方言都变土的原因 就是它是上不了台面 对 对不对 进不了公共空间 进不了公共空间 但是因为有香港的在 再加上广东向来 有自己说广东话的电台 电视台 所以你等于什么呢 有人唱粤语流行曲 有人拍粤语电影 有人演粤语的电视剧 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 这个语言还不断推成初心 还不断新造一些词儿出来 而且甚至于香港人 他可以讽刺我的这个北老 讲广东话 说我讲的这个国语 东莞口音很重 你听我讲广东话 我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这个广州话 我想起朱三角一个领导 曾经信誓旦旦的 对那个人大代表 那个考诈团就说 我们一定坚决的 拒绝接受人大的监督 这话错在哪了呢 大家听了华人 他这个自觉啊 广州话 在朱江三角洲那边 我们一定坚决的拒绝 自觉拒绝 接受人大监督 修老师加上了 英文那个学术界有一句话 讲什么叫language 什么叫语言 他说语言就是带警察的方言 就是说你拥有国家机器以后 你这个方言就变成语言 现在这个广东话跟北方的话 你看一个是带着政治的力量 所以北方的方言 忽悠了不差钱了 可以就是可以畅性无主 因为带着政治的力量 但广州呢就像带着金钱 其实这个北方很反感 前些年尤其是 很多广州话 因为他们私下对广州话的这个反感 是因为你是跟着钱来的生猛海鲜了 买单了打滴了 这些东西都是跟着这个经济的东西上来 而且力量也很强 那上海加在这两者中间 上海现在没有国民党时期的经济 政治的任何优势 所以上海的这个 上海现在方言的节目被砍了 就是其实有些很受欢迎的方言的节目 包括电视节目 很多人很受欢迎 就是说你们怎么能讲这么纯正的上海话 因为现在的上海话也都表面讲的都是不纯的嘛 可是这些节目在电视方面就留不住 我最近 但是最近有一个逆过来的现象 我告诉你 我听说了 对 就是有一个人叫周立波 就跟作家同名的 我告诉你们简单事实吧 他在上海最好的剧场 一个人讲两个多小时 一点都不兴许 连中场休息都没有 几百块钱一张票 已经连续十几天 全部爆满 所有知识分子上层的人都去看了 电视广播完全不露面的 就是就红到这么一个程度 但是这个里面进去就有意思 你知道一进去都是上海人 上海人 就是说他因为大部分上海话 讲大部分上海话 他其实我客观的看 他跟小沈阳这个是差不多 小上海 有点女性化 有点女性化 但是而且他多一点政治的 政治的嘲讽 也还有一点模仿领导人 有些笑话是中性的 比方说随便来说 我小学三年级抽烟 我爸爸问我妹什么 我说这个台湾不会归我心里闷得慌 诸如此类的这种 但也有些呢 他是有点点政治内涵的 比方说他认识一个有钱人 这个发了 怎么发的呢 这个卖酱油 卖酱油怎么会发呢 这餐水 很简单餐水 他说酱油这个东西 你餐的水还是黑的 不过回家煮红烧肉 煮三个小时还是白的 诸如此类这种 但是他说这个 四川地震了 捐40万 为什么捐40万 这个以前做了亏心事 现在这个平衡平衡 接下来就一句 我不是说捐款的人都做了亏心事 大家鼓掌 再来一句 不过不做亏心事怎么会有钱呢 这就是有点政治的 有很多是完全是中心的幽默 但是我下台来我就跟他聊 因为我总的感觉 他周伯春的学生 周伯春是个著名的华季 其实你说华季这个艺术 跟相声来比 就一直给人一个 打不过相声的一个 这个跟语言有关系 那么他是周伯春的学生 我就问过他 我说你能不能用普通话来 他说他也行 不过我就始终怀疑 以后你们有空可以找他包装 这个比较大 就是所以方言大趋势 你们刚才讲的我同意 大趋势在微缩 但是在小范围 他生命力重重 他一定有生命力的 你这个很多东西 方言是有个特殊魅力的 讲老实话 那么他的魅力的覆盖地区 这里边还有讲究 你比如说就跟文道讲的 这个权力很有关系 你比如春晚 到底是给谁看的 说是我们给全国人民 上这么一道菜 可是实际上 现在调查公司的讲 以长江为界 在辽宁东北那边 收视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几 你知道以长江 你往南为界 最高的叫安徽 这安徽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四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 都是百分之二十以下 到了海南百分之一点三 到了广东百分之二点几 就是说你这些东北话的这几个小品 这个广东人看了之后 他即便能听懂啊 可是其中的这个味道 他接受不了 不大能够接受 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为什么春晚上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嘛 其实很简单嘛 这个原因就是 并不是我觉得广东人 海南岛 广西我们这些 真正最南方的地方的人 接受不了这些东西 而是我们也从来不被接受嘛 从我的角度去看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其实在这个角度上 广东跟上海是一样 虽然广东有自己的 好像一个地盘 你过梅岭 就是广东话天下 广东哥什么都来了 但其实在全国的媒体上面 广东人的形象 加上粤语 在春晚要是出现的话 你就是被笑话的 小丑的形象 你不是一个 就是精明贪钱 但是有点好笑 你不是一个就是以 虽然赵本山 他很多自我调侃 他那个形象 看他憨厚啊 对 但你感觉到 他是代表整个国家的主流 这种 他占据主流 就是我们国家主流 还是以北方为主 北方嘛 你普通话 普通话跟东北话 那是太接近了 对 所以从南方人的角度看 是我们被挤出去 不是我们不接受 文化研究方面 对这个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是技术性的 就是因为中国话 分五大系 鲁迅那时候分过 北方话是一大系 然后江浙 然后两湖川柜 然后福建 然后广州 所以呢 在江浙这一带 真的一个县的话 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语言的通行 你要讲一个笑话 你要搁一个省理解 很难 而北方这一大片 都能够通 都可以 这是技术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们认为 就是中国政府 历代的统治阶层 最要安抚的是 北方的民众 是吗 对啊 因为所有的 我看到你们广东人 爱造反呢 不是什么什么 那个时候 新鲜海革命 什么北伐 只有最近近百年 之前你翻翻历史 南方是生残 北方是造反 咱们说点不能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 谢谢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要回看一下历史 你就会发现很好玩 以前中国人的统一 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 是靠文字 而文言文 是个不是用来说话的东西 它是个书写系统 它不是个语言 而且成为官僚系统的基础 以前的人呢 彼此沟通 主要是靠书面 远距离沟通 全是书面 不可能有电话 所以也不需要统一 官方一个国家语言 但是问题是 现代白话文兴起 然后讲 那时候当时就有个问题了 其实我手写我口 就想想看 对 写哪个口呢 你写谁的口呢 写广东口 还是北京东北口 北伐军那个时候 这个建议就不一样 对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 比如说当时 在搞国语 就民国年代 他们要建立国语了 开始 谈国语问题的时候 因为当时国民党 你看 他主要势力在广东 是往上打的 乃至于那时候 国民大会开会 居然有人提出 用广东话当国语 而且是差三票通过 差点 差点大火 趁晚就得在广州办了 就得这样搞了 所以你看 这个完全是 跟政治是有关的 而且我常常 在想一个事情 就是你 我觉得平常 开广东人玩笑 开上海人玩笑 我觉得都无所谓 只不过这种东西 你不能把它变成 一个制度性的 一个东西 比如说前几年 不是说 电视节目主持人 或什么 说话不要有港台枪吗 我那时候 对这种东西 我真的很本能的反感 为什么不规定 不能有金枪 为什么不能有东北枪 那为什么能有东北枪呢 不是 为什么能有三北枪呢 不是 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过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北京人 你干嘛要有港台枪呢 就模仿不好 就是说这种 那比如假如说 我今天要模仿 照本山可以吗 那广州的人不能有金枪 那你广州的人 就不能说话有金枪 行啊 你试试 您怎么回事啊 我们能不能这么说呢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